再來訂六頁 跟大家補充一下 昨天這裡老師並沒有特別 拿出來詳細講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我們對於 symmetric weight functions 它的解是把sine1加sine2 那你把它寫開來的話 它的長相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我們看的是 ground state的情形 所以看的 Wave function它的Wave numbers 會是n等於1 然後l等於0 然後m subl會等於0 100的情況 那你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前面我們這邊的係數 寫根號2分之1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如果你把這個 symmetric weight function 取決對值的平方 拿去對值的空間做積分 積分完之後呢 得到的結果必須要等於1 所以你前面必須要有 這樣子的一個係數 那原本我們對於 100的這個Wave function 對空間取積分 得到結果反對等於1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取 絕對值的平方之後 其實會 應該這樣講 你把前面的證符 寫成1除以更號2之後 它可以保證 size of x 取絕對值的平方 得到的結果 會經過積分之後 對整個空間做積分之後 會等於1 那所以呢 旁邊這個 anti-symmetric weight function 的情形呢 也是相同的 好然後我們昨天講到 第7頁對不對 好那第8頁這裡呢 說實在的其實跟我們 這門課的 最主要的 要學的東西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偏離 不過呢 為了要把 所謂的energy splitting 有關能階分離 這件事情講清楚呢 我想這部分呢 我們還是 無可避免的 必須要把它拿出來說一遍 這部分呢 實際上是大家在 近代物理裡面應該都已經學過了 但是我不知道同學 近代物理到底學的如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談的呢還是一樣是H2 plus 這個系統 Hydrogen Molecule Ion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張圖 橫軸呢自然是 鏡像的距離 重軸呢是 電子的能量 好那 這邊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 這個曲線 U sub t 它是什麼呢 它是 就是 在H2 plus 這個系統當中 兩個protons 在空間中 所建立的位能 多大 4 pi epsilon 0 乘以2分之1 squared 這個我想應該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因為兩個protons 它們的 電池都是帶正電 所以呢 你在分子的部分呢 是寫1平方 那很明顯的 當距離R 距離無窮大 無窮比的時候 這時候呢 兩個protons 之間所建立的位能 會距離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曲線呢 其實是 這樣子的 基本上呢 它是 跟 R分之1成正比 對不對 所以你把 距離R拉到無窮比的話 那基本上呢 這個曲線最後呢 會距離離離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好然後接下來 這邊呢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曲線 對應過來是 -13.6 electron load 它是什麼呢 它是指當 在H2 Plus這個系統當中 兩個protons之間的距離 不窮遠的時候 這時候的電子能量呢 很簡單 就是-13.6 electron load 好原因是因為 在這樣的系統當中呢 電子呢 它一定是跟 距離它最近的 那一個proton 有交互作用 所以換句話說 電子它的能量呢 完全是受到 距離它最近的 那一個 直子的影響 那所以呢 我們對於 氫原子的 理解的 所有的計算呢 全部都適用於 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對氫原子 如果熟悉的話 你知道 氫原子當中 電子如果它是在 ground state的話 那它的能量呢 就是-13.6 electron load 好 然後接下來 底下這邊呢 有另外一條曲線 被標成 E sub S 它是什麼呢 它是 對稱的V function 所對應的 電子的能量 那 這 這條曲線呢 它在 R等於0的這個位置 實際上呢 它 多大呢 一樣 可以用氫原子 的公式來進行計算 那 記得喔 我們今天 所寫的-13.6 z square 除以N平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形成是什麼呢 Z呢 代表的是 其實是atomic number 換句話說 在我們這個系統當中 你要帶2 因為我們有兩個值子 對不對 那同時呢 因為我們談的是 對稱的V function 那從前面的描述當中 我們知道 對稱的V function 它在兩個Protons之間的值 是最高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對應的為什麼 對應的會是 es 這個軌域 誰的軌域 h2 plus 這個系統的軌域 所以這時候的an2 實際上是代1 因為 對應的是 對稱的V function 所以呢 你得到結果會是-13.6 所以你4 因為Z等於2 最終得到結果是-4.4 來通過 也就是你這邊所看到的這個值 好 然後這裡 這一條曲線 E sub A 它對應的是 是Anti-Symmetric Wave Function 的能量 那這裡能量呢 自然是電子的能量 所以寫 The Electron Synergy for the Anti-Symmetric Wave Function 好 那 這個能量 在R等於0 的計算呢 這有點tricky 為什麼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前面曾經講過 Anti-Symmetric Wave Function 在兩個Protons之間 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呢它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我們在P軌域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情況 也就是在P軌域的時候 你知道在原點的位置上 你找到Polygo的機率等於0 原因是因為在那個位置上面 Wave Function等於0 所以 以 Anti-Symmetric Wave Function而言 這時候的A呢 它會等於2 代表的意思 實際上呢 是第一個 First Excited State 第一個 Excited State 第一個受激發的能碳 所以你還是一樣 Z帶2 所以 2平方 除以2平方 自然等於1 所以呢在這邊 你只有-13.6 一代中volt 這麼大 好 我都寫了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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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